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妈 到哪儿了 我刚下飞机 还没闹啊 还没呢 我现在在公交车上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可真够远的 那你吃饭口味也不大一样 你能适应吗 妈 像我考试成绩这么差 能有学上就不错了 那也是 也难得有这个机会 你路上累吗 还行 机场离学校也没多远 妈 你今天工作不忙吗 怎么老给我打电话呀 妈妈就是担心你妈 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孩子了 在妈妈眼里 永远都是孩子 要是家里啊 在学校近 妈妈还可以照顾照顾你 现在一跑这么大老远 真是担心死我了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好 能不能睡好 我会在宿舍暗示睡觉 也会在食堂暗示吃饭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黄女士 你在宿舍不害怕吗 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可从来都没有在家以外的地方住过 宿舍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别的同学呢 妈 我好像要到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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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宿舍管理手册 好好看一下 设施使用方法都在里头 请问一下 没有收据吗 什么收据 就是宿舍费和餐费的收据 没有 这是你的卡 丢了花钱自己补办 就看好了 一天两顿 在交番票那儿 出入这张卡就行 现在学校还没开门 早餐没有 便利店六点开门 自己那边解决 你住哪个房间 我问你住哪个房间 二楼还是三楼 我可以自己选 二楼两个人住 三楼自己住 三楼吧 应该安静一点 哪儿 三楼 二楼 四楼 二楼 三楼 大楼 一整个学期三楼就你一个人 就算中途有人入住 也不会有人和你用一个房间 一个人住的时候 可以随意布置房间 不过一个学期结束以后 要重新排房 那个时候归到原位就行 一整个学期三楼 是 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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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